真的会穷到要啃咸菜吗 网络影片大开剁手挡玩笑 就因为双11节一年规模比一年大 今年商机上看四千亿台币 下午三点钟 店员忙着对尺寸颜色 一辆辆机车负责运送衣服 这里是广东省的军浦村 也是大家口中的淘宝村 超过三千家淘宝店 每月成交两兆两千多亿 这只是冰山一角 阿里巴巴今年凭双11 将出现全通路行销 三百个城市超过十八万家实体店 线上信下同时消费 一方面也解决爆藏问题 今天真的卖出五六百亿 七八百亿的时候 服务跟不上 快递配合不了 银行系统跟不上 客户的体验就会遭到 双11就会越做越差 要卡供3.6亿大陆斗手党 台湾电商也平了 减货包装 24小时货源不断进入 这里是香港前三大物流中心 也是电商雅虎香港的仓库之一 双11前 雅虎奇魔抢叹香港市场 要把MIT产品卖过去 App的使用 成长最快的 尤其在亚洲 居然是购物的 牛仔品牌 休闲生活品牌 这些品牌已经凌驾 它的成长比率 已经远远凌驾于 过去所谓的网络原生的品牌 除了拼跨境 雅虎要靠背后搜寻引擎 分析消费者购物习惯 联手百大品牌 下沙五折 网络女装龙头 欧比严选 则推一类联名服饰 单日上看2000万营收 台湾乐天提高回馈点数 等于打了95折 PC Home锁定3C加码促销 最便宜一元带走相机 消费名声必须 然后是口碑相传的 这些都是很适合 在社群上面做行销 网购族趁着双十一节 抢平宜台湾百家商店 加入战局 瞄准斗手挡荷包 免底赚宝宝 东正台新闻 小海云家好 台北报道 中国人 今度当千ями Holiday honored 我输唬 这些先视频 这样 金色